歡迎大家收看時事評論 我是Thomas 今天題目有介紹一位天才的總統 這位天才的總統是哪位呢 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拜登總統 美國總統拜登 他希望以不和平來換取和平 相當之高妙他的智慧 首先講講前提就是 布林敏訪問完中國之後 跟習近平見面 拜登總統認為華盛頓和北京 有義務管理好兩國之間的關係 而美國是致力這樣做 即是說布林敏就帶出這番話 是說給習近平聽 原來中美雙方是有義務 去維持雙方的關係 說得官免堂皇 說得好像是無懈可擊 不過這只是美國單方面的赤上 美國主動踏出中國的主權紅線 頭下的問題 再以經濟和科技的雙脅迫 去針對中國 中國之前有沒有做過 對美國有什麼的干犯呢 是沒有的 只不過我們的進步是 令到美國不舒適的 但是這件事就是你主動過來 和我們做這麼多的攻擊性的行為 然後說我們有義務去 去維護雙方的關係 這句說話真是 有些打滑來說 我想如果是黑社會的邏輯 就可能成立的 不過國與國之間 尤其是大國之間 這件事真的不是有問題的 不是說雙方有義務 而你的義務原來就是 進逼中國 我們的義務就是接受你的進逼 而一方面叫做緩和 甚至叫做破壁 這個不成立 所以中美不會緩和 尤其是美國現在 還有這樣的思維 好 我們又說說 整件事究竟是怎樣呢 美國的邏輯就是 首先美國所做任何一切的事 中國都要接受 這個就是中國的義務 中國是不能夠 轉頭去追究中國 美國去中國的 所謂的種種的 不合理的行為的一個追責 就是說 撥出去就算了 反正我們也有誠意跟你談 這個就是說得很冠冕堂窩 但問題就是 這種叫做賴債的行為 你搞不清之前對我們種種的 不公平 經濟脅迫 侵犯我們的紅線 侵犯我們的主權 這些東西你完全 可以一筆嘔笑 就是根本就叫做賴債之外 就叫做賴債之外 不過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相當有問題 其實中國真的有義務 可以維持世界的別墜 但不是一定要跟 中美之間有什麼義務 中美之間已經是沒有什麼義務可說了 首先就說 你在台灣那裡 自從這個貝洛西 去到最近的 多英文是訪問美國 這些東西已經是 是不是我們要義務 幫你 就是叫做緩和呢 不是 芯片 就一再提高它的禁運 甚至沒有 牽涉到其他國家都要圍堵中國 那這些我們是不是有義務 去接受這個現實呢 這個真是 非常講不通 直白一句就是中國 現在有的義務 就要改變這種所謂基於 規則的所謂的國際別墜 就是說美國的單邊霸權 這個就是我們的義務 我們要抓住這個八年一遇的機會 就是習近平 一再提出 就要改變這個八年以來 就是這個所謂的別墜 這個才是我們的義務 好了 拜登起習近平 接見布林肯的 之後的一天 馬上又來了 就說公然 就是起他的競選活動裡面 公然指責 習近平是獨裁者 獨裁者 如果起民主西方國家來說 這個指責都相當之大 什麼意思呢 美國總統拜登 事前一直不斷放風 說要跟習近平見面 如果你在競選活動 跟你的選民說 跟美國人說 差平是獨裁者 那美國因什麼事 要跟這個獨裁者 有這麼恩切的要求 要跟他會面呢 是不是美國都已經是一個獨裁國家 大家共同鎮定呢 這個我想 拜登有自己的看法 而我覺得就是說 你覺得我們是一個獨裁者 基本上是違反了這個外交的禮節 這個也是外交部發言人 毛林肯都說了 就說美國這個言論 即是指習近平是獨裁者 這個言論是違反事實 亦都違反這個外交禮儀和中國的政治尊嚴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對中國抹黑 對中國的攻擊 那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一個公開的政治挑戰 這可以反映到 其實呢 美國 無論你怎麼說 什麼叫做 中美會之後呢 什麼叫做破冰啊 什麼叫做互聯 其實呢 並不存在 就是 起碼一個觀點 就是美國 是沒有放棄和中國交鋒 就是沒有放棄到要阻止中國的進步 也都沒有意 就是讓中國的主權問題得到這個解決 就是說呢 中國統一 他一力是希望是阻礙的 只不過呢 美國就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不想 一路去到底 變成軍事衝突 但是 往後 經過這個中美會之後 就是雙方的矛盾 其實沒有放棄 就是說 美國依然是維持 在台灣問題的一個美國 就是說 我話了事 中國就說 我沒有退讓餘地 於是只有兩個麻袋沒有放棄 只不過說 我好不如先說另一件事 所以說 被這件事擺放了 就說 不想去到軍事衝突 而大不了改變一個打法 改變一個交鋒的方式 所以說 往後 可能有很多文章戲 文章戲就是 言語的攻擊 認知戰爭的進行 這就是我的 預期 中美 並不緩和 只不過是改變交鋒的方式 我們說回2021年11月16日 這一次就是習近平和拜登舉行的視像會議 也曾經說過 美方就是在他們的會議之前 大概幾天之前 沙利文 就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提出了一個看法 就是 中美不要冷戰 要提出共存 不過就是共存 沒有和平作為背書 所以在幾天之後 習近平和拜登舉行這個視像會議的時候 習近平相當敏感提到一件事 就是 相對敏類提到一件事 就是 美方提出 中美可以共存 不過要加多兩個字 就是和平共存 這個字真的需要很小心 如果共存的意思 如果不代表和平的話 就是兩個國家繼續 是一個激烈的激烈的競爭 激烈的激烈的競爭 但是現在你看到 拜登果然 只是只求共存 不代表和平的共存 就是說會不會繼續挑戰中國 美國前前後提出 應該在每一個領域都要和中國較量 和中國競爭 不讓中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甚至不要說超越美國 平牌都不行 所以習近平提出 在共存之前要加和平 我們提議是和平共存 這個才是穩定世界大局的前提 所以他說 也提到 如果你不說和平共存 很危險 因為中美兩國 就像兩隻巨大的航空母艦一樣 如果你互相對頭這樣撞 如果你不改變這個航廬 不改變這個方向的話 真是兩隻大型的母艦 會撞一撞出來 就很大問題 這個對世界不利 對中美不利 因為中美兩個大國 就是猶如兩隻巨大的航空母艦 你不能夠迎頭並進 大家互相 好像玩這些所謂叫做 膽小鬼遊戲 就是兩架車一路 看看誰衝下去 誰先跳車 就是你不能玩這些遊戲 2008年 金融海嘯經過之後 美國提出一件事 不如中美共治 就是接納中國成為美國西方的VIP 不過我們就拒絕了 因為當時美國想到 如果中國不服從美國的領導的話 任由中國的 根據他們的方式去作現代化的話 他們會相當之成功 甚至是會 終於有一天超過美國 所以一定要掀制中國 所以就是2008年 提出的G2 中美共同體 這件事是沒有回應之後 在2012年 美國收回G2這個言論 就定義當時2012年 即是4年之後 金融危機的4年之後 正式將中國定義為 戰略競爭對手 甚至將俄羅斯 俄羅斯已經不是美國的頭好的 變成了中國 從2012年開始 全部都十幾年了 2018年美國就開始來了 制裁中國 首先就是對華為封鎖 2019年首先是對中興做封鎖 然後2019年到華為 接著也在這段時間 推行了很多外交軍事的手段 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 這就是特朗普時代的 對中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的進逼 到拜登並沒有緩和 加重比特朗普更加嚴厲 所以中國多次要和中國見面 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想向中國善息呢 我們不需要和平共存 不和平共存 即是美國可以不和平 即是踩紅線 經濟脅迫 科技脅迫 這件事 美國這些不和平的手段 是需要接納 中國要確守這件事 就是要和平原則 即是說我可以進攻 你只可以防守 而此者 這個世界就會和平 即是說中國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繼續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和平 而美國是不承諾 會停止向中國的進攻 所以說虎林肯說 帶個口信和習近平說 正所謂的就是 美國的總統都認為 雙方有義務 維繫 雙方的關係 這方面真的 怎麼說呢 除了邏輯不通之外 也有一點點言語陷阱 當然我們已經很清晰美國的取態 我們往後繼續 中美會之後 繼續中美交鋒 不過呢 可能在軍事衝突方面 是會稍微收一收有 但問題呢 中美是否中間一戰呢 正好都抱住了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好 這是今天我的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